各位鑽石愛露營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現在要來特別介紹一款 前一陣子入手那也使用很多次 幾乎每一次露營都使用的一個 一個隨身帶的東西 就是Stanley的這個多功能的保暖 當然我們知道Stanley的這個保暖壺是不用說了 在露營界就是想當當的 因為大家幾乎都會買他的這個 一個非常經典款的保暖壺來使用 尤其在Costco或是一些大賣場 常常在促銷那本來很貴的都變得很便宜 那有綠色的後來他還出了一個大師系列 當然我都沒有買過 這是我第一款的一個這個Stanley的保暖壺 那當初考慮到希望可以多功能 那我就買了這一款 那使用到如今呢到底它的效果如何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程序上是這樣的 這個是這樣子的 我們把它扣住 扣住對不對 那這邊呢 你看這邊有個卡榫對不對 所以說當你就套上去的時候 對準它 對準它 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對準它就可以把它鎖起來了 那就變成一個一體造型的水壺 那當然這裡面是裝熱水的 那它的這個瓶蓋呢 也有一些設計 首先呢就是說 它這裡是可以讓你放些茶葉 放些一些咖啡粉 那你平常把它鎖起來 對 那這時候呢再把它鎖在這上面 那這個是它的上蓋 那它順便也是一個茶杯 等於說你可以泡茶泡咖啡的時候呢 就把它當作茶杯使用 好的 那組裝起來呢 就是一個這個水壺 那這個最下面這個 你把它轉一下拿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它就是讓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上面加熱 加熱 就是說你可以加熱 去加熱之後呢 把煮好的水 倒到這裡面來 然後做一些咖啡的沖泡 那在使用上要記得 它這邊呢 是有個卡榫 你必須把它卡好 如果你沒有卡好的時候呢 你在燒好的時候 你要倒水的時候 因為水有重量 那它就會軟卡 會軟卡 那這時候你必須把它扣好 那它在這邊是有個卡榫 當你扣好之後呢 確定沒有問題 它可以耐重 這時候你在燒好的時候 再可以把水倒到杯子裡比較容易 不然你就是要帶一個手套 抓住這裡來倒水 那通常是因為比較熱 可是即便 我使用過即便是有這個把手 因為它的熱會傳導 所以說即便你把它煮沸之後呢 你並沒有辦法直接用手拿 它是會燙手的 你還是必須帶個手套 或是拿一個抹布 那至於說把它放鬆的時候 你要壓在這裡 壓一下 它就會把它收起來了 對 好 那這個呢 是它的這個功能 然後當你在煮好的水的時候 你看那這個是幹什麼用的呢 好 這邊有個網子 這邊有個網子 也就是說當你把熱水 把熱水倒到這個怎麼樣 我們來把它試試看給大家看 好 當你把怎麼樣 煮好的熱水 煮沸之後呢 那你把咖啡倒進去 或是茶葉倒進去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沖泡完之後就把它壓下去 對不對 壓下去 好 那就很簡單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茶葉 或是咖啡都堆積在下面 這時候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倒水出來 倒你的咖啡或茶出來 就是比較不會喝到這個咖啡渣 這樣子 好 那當初我在購買這個產品的時候呢 那 就是考慮到它可以多功能 好 那有些說在冬天嘛 我們就希望水加熱之後呢 可以怎麼樣 放在 好 放在這個保暖壺裡面 有時候晚上起來 要喝一點比較溫暖的水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好 總不能說很冷的時候再爬起來 三星半夜再加熱 很麻煩 好 就是很多人買這個保溫瓶 除了夏天保冰 好 冬天保暖之外 就是希望說在冬天的時候可以有個 比較溫暖的一個水可以喝 好 那我當初考慮到是說它是多功能 因為 有時候我一個人輕裝露營的時候 我真的不需要帶太多配件 因為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都只是只有燒熱水 好 燒熱水泡咖啡 那因為我在輕露營的時候呢 我食物可能都是買現成的 路上買了 那可能一些水果 然後我主要是習慣只要加熱 那我就可以沖泡一些東西 那這樣我就也不開火了 就是 也不去洗鍋洗碗了 因為它是一個輕露營的概念 好 那 那 也因為我就覺得它可能會蠻適合我 經過我考慮之後呢 我在 這個 去日本露營的時候 我就到了Y1看到了它 那價格也的確 上網搜尋是比台灣便宜一些 我就把它帶回來了 不過現在台灣好像有促銷 價格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才介紹這個產品 那我必須說 我必須說 我並沒有使用過Stanley其他的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保溫的瓶子 我沒有使用過 但是我必須說 第一個 它比起 應該比起這個 其他的Stanley的保溫品來講 它的保溫效果 比較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使用過 但是我感覺到 因為呢 我昨天晚上燒了一壺熱水 那當然我放在戶外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呢 它的水 已經變成常溫了 也就是 並沒有溫度 並沒有暖度 那這個 我在使用蠻多次的 所以我有發現 那你就說 你如果非常在意保暖度的話 可能這一款 保冰或保暖 我覺得它可能比不上 它的那個標準版 或者經典版那一支 那這個就是你要考慮到 如果你是需要在乎的是 保暖度的話 那第二個呢 那這個 那你說好 那我上山的時候 很多人登山嘛 希望有一個熱水 那我覺得登山 你要考慮到負重的問題 這一個的重量是有點重的 那也就是說 你到山上的時候 你燒開了熱水 再把它倒進去 那這當中 你要背負這個 整個壺的重量 我覺得也是不太可行 還是建議帶這種 比較傳統的手 手杯型的 那保暖度好一點的 那這時候你就是 邊走邊進行的時候 或是你到達營地的時候 你打開就有熱水喝 因為它保暖度會更好 再來就是說 它雖然比一般不適合登山 可是那一般家庭露營 我們都有車子對不對 那我當然是不需要 擔心重量的問題 那可是如果它 我認為它就是適合一人兩人 它這個瓶身雖然大 但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它裡面水的容量是小的 水的容量是小的 也就是說它不能裝很多的水 好 那一個人我覺得差不多 或是兩個人可以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比較多人 或是家裡面還有小朋友 那所以是你要保暖度高 又要煮一次 不要經常煮的話 那這一款我認為它的寒水量 就是裝水的那個容器量 不是那麼的大 好 那這就是這一款 Stanley的這個 算是它的保暖水壺 而且是可以多功能 可以加熱 可以沖泡咖啡 那我就把它介紹到這邊 或許因為有一些路由 正在考慮正在參考 那我當然就是直接分享 我自己的使用心得 那我的使用率是很高的 都是一個人露營 但是它有它的優點 因為它的缺點 提供大家做參考